另外,作曲、作詞都是一首包辦的 沒錯,就是有豹哥之稱的陳磊 我們給點掌聲,好嗎? 我們有請陳磊和他的警察手,Tom Hello,陳磊你好 其實真的,剛才都說了 一班的參賽者即將會在8月30日進行決賽 這些這麼緊張的時刻,有沒有什麼深刻的提示 可以給他們,讓他們放鬆些到時演出 可以更加好 因為我自己其實都經歷過一些歌唱比賽 我自己就非常理解作為一個參賽者 那種緊張和不知為何 總是覺得自己在台上總是發揮不到的那種感 最重要是,如果能夠做到平常心,是最好的 還有我覺得選擇歌唱,我的一些小提示就是 就是真的選擇自己七成的歌好了 你可以唱到十的話,你都在比賽的時候選擇七成的 七的難度的歌 七的難度的歌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如果我是一個評審 我反而會比較聽你的穩定度 你的聲線 你的特色,你的台風 你整個人在台上的感覺 是不是舒服,是不是享受 我覺得這個,我會加分 所以儘量不要讓評判扣分 也不要讓自己有太多機會暴露到瑕疵 所以我覺得選擇七成的 即選擇十的可能真的很繃緊才唱 是的 評判又覺得你太用緊的時候又好像 可能會有反效果 今天帶來哪兩首歌 來支持我們的參賽者呢 是的,我今天當然也會帶來我的新歌《出酒》 我覺得這首歌也都很想送給一些參賽者 以及現在的考生 想告訴大家 其實真的要去到問自己 究竟你想走的路是怎樣 去到勇敢搭出出酒的一步去追尋屬於自己的人生 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的 在交個台給阿豹哥之前 要提提大家就是 在阿豹哥唱完第一首歌之後 我們現在的現場投票就正式結束了 都是提提大家 如果有支持的參賽者 記得現場的工作人員 拿回心心跳在他的名字下面 事不宜遲 我交個台給你了 豹哥 給點掌聲豹哥 好 好,多謝 我亦都親身用我今天所選的歌去示範一下 我想說的是 因為我今天有點病 所以當你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例如將你的歌講半導 又或者是選一首你自己容易控制的歌 所以我今天的出走 我是降低了半導 但希望大家都能夠感受到 我這一首原創歌曲當中的意思 亦都希望這一份出走的力量 可以鼓勵到每一位參賽者 送給你們出走 我喜歡 我喜歡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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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喜歡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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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